嗨大家好我是德国大伟 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我们开车开了四十分钟左右 走高速又走山路又走城市 来到了一家中国的饭馆 在德国来说中国饭馆以自助为主 这是我的第一波 居然有小龙虾 我拿了一盘子 性价比来说他家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我来德国以来吃的自助当中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家 这一家是15块9毛多 就是和16欧元一个大人 小孩的话是超三岁 4块9欧元 还有一个限度 这个是鸭子 好香 他家烤鸭跟咱上回吃那两家味儿也是不一样的 挺好吃的 这个是鱼做鸡汤 给我一口 咱这就是咱的茶呗 对呀这个味儿来说在自助餐我们吃到的就是这个 嘛 阿姨吃毒瓦了 嗯 满足 满足 我觉得不想用筷子了 好吃 它这酱有点咸呐 抓着我觉得不可能直接扔掉 没有肉 这德国这边吧 鼻子喊 喊不大 你都没有吃这个 都没有吃过 反正就这边有个河豹 河边有鱼但是呢 又不让随便逮 所以咱们已经没有吃 放弃了 不挣扎了 因为这洗掉了 这小龙虾不得好吗 虾头去尾中间肉完事 这个肉只要一缩了就下 你要吗 觉得我吃小龙虾就能吃回吧 你说呢 只要他不知道哪天 我真的不让你吃 只要他不让我哪天 我真的不让你吃 我真的不让你吃 我气死你 老板要哭了看 这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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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费 爸爸这个熟了 这个大妈 你能不能过满了 弹了一个鱼 你能不能过满了 这什么 这就是妈 这个大妈 还有一个鱼 吃龙虾肉吗 长得像龙虾肉吗 果都能吃了 你给我倒口水 这边的小龙虾都没人吃了 是啊 我觉得他们菜不会吃了 好几桌在一会儿 那龙虾就在那放了 没人拿 尝一下首先 尝一下首先 我给你吃啊 好吃啊 嗯 那我再给你扒 吃哈 好吃 好吃 他没 有跟我一起吃小龙虾子了 我觉得还是拿第二本 我拿了一盘小龙虾 还有一盘三文鱼 嗯 这锅有点香蕉味的 香蕉可能太少了 真的海鲜在他们这儿没人拿 嗯 这患的这个吸着 咖啡 咖啡的醉油 小龙虾醉油 就给它拿着水啊 拿过来 一抖一个味 一抖 这话怎么拿上个虫呢 来吧 第二有小龙虾醉 我妹都拿走 我给他们留了 我讲一下 这个放这儿 嗯 好吃 吃个早饭 妈妈你可以给 妈妈你给 还没分享了吗 嗯 啊 立志罐他一会儿要拿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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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就出了 毫无费力 自从疫情 咱都已经两年没回去了 两年没吃小 可不问 有没有可能 这边这个 这些水里 在这边大概就是个摆 一摆一摆一摆 你本来是牲畜 可能做样子 不然让咱买啥 不像是咱们把那样子 那他应该感谢咱呢 库存这么多年 终于有人吃 我就是爱西马海 想见 嗯 谁吃好吗 饭也好 饭也好 就得咬 人家都好 看着他拿啥了 一堆小麻团 说想家了 吃点麻团 你让他先吃饭呗 妈妈你别吃这个 大家都别吃 我咬一咬 你爸爸啥呀 小龙虾第二盘 装盘了 吃点小荔枝 妈妈你喜欢吃 我喜欢吃 虫脚最爱是罐子 就是喜欢 吃的最多是桃蚌子 看吗 刚刚刚小孩点餐 来了一个素丝 一个这种蛋糕 还有一个甜甜圈 拿点水果 给我吃一碗 你尝尝 嘎嘎好吃 哎呦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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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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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点点甜味 嗯 嗯 嗯 这橙子还可以 它是酸甜 稍微有一点点酸 嗯 嗯 拿了一盘这个 嗯 不是冰淇淋 这个片 其他都不好吃 正宗的冰淇淋 嗯 就是这个味 跟那个麦当劳那种浓度啊 是一样的 嗯 嗯 嗯 要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 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 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 再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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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就像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就像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就像满满的花园 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 我和你分享暖的那种 我和你分享暖的 我和你分享暖的